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列车现在所在的位置 我们在这一站 现在列车正在前一站停车 非常人性化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屏蔽门上 也有这个盲门点 它能告知你 这是第几节车厢 非常方便盲人来乘坐地铁 我们现在来到了明座 这边是有很多小店组成的 特别像台北的这个西门丁 小店比较多 而不是像西单 北京的西单那样全是大商场 或者王府井那样大商场 当然这边的小店可能整体的这个品质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刚才去简单转了几家店 确实是品质还可以 不过呢 这里边也一定混杂着一些欺骗游客的商品 大家也还是要睁大双眼的 民众这边店铺变比较大一些 比昨天迪大宏大那边的小店 还是明显的规模要大很多的 我们找一家能换钱的地方 它的景显示在七层 因为看到这家负率还不错 我们准备在这家换 给要来韩国的小伙伴们一个建议 韩国街边会有很多换汇小店 明码标价 而且规律也确实不错 所以也不必急着在国内先换汇 来这边后随时换汇都很方便 也很值 明洞这边因为是一个时尚的潮流地 所以碰到很多时尚的男女 冒雨也来逛街 现在 在明洞发现了很多在排队的队伍 可能都是在抢什么限量版的鞋之类的 又看见一家正在排队 也不知道正在抢什么限量版的商品 明洞是一个时尚潮流的综合大市场 在这边会有食品 鞋 服装 化妆品 对 对 总体来说呢 明洞是一个中高档的这个潮流商品的汇集地 比起东大门南大门来说 应该品质要高出不少 除了韩国的时尚男女之外 在明洞的街头还能看到一个特殊的队伍 就是带货的队伍 他们一般都拉着拉杆箱 从这边带很多化妆品 带回到国内 到十二点了 我们准备先吃一点东西 这条街看来全是小吃 我们准备吃一家 韩国比较有名的猪蹄店 应该是这家 我们刚才从那家出来了 因为一进去以后 里边大哥用标准的中国画动 我们在聊天 我们想想还是算了吧 现在我们还是准备找一家 尽量稍微正规一点的 不是正规一点的 稍微正宗一点的 哇 这有一片 全是韩国美食 我们准备在这里再挑一家吧 明洞这边的美食小店的确很多 但我们走来走去 也没有太想进的店 总是或多或少的感觉 这些店都更像是面对游客的 不太像是韩国本地人喜欢光顾的 所以我们决定先用小吃点点肚子 争取在明洞外围 找到一家绝对本地的小店 我们准备来先吃点小吃 我们准备来先吃点小吃 这好像就是 这都是芝士应该 小吃它翻译过来叫热狗 它里面都是芝士芯的 它里面都是芝士芯的 我先来吃咯 感受一下 好啊 这个真的它翻译成热狗 但是芯到底是什么东西 试试 拉丝热狗 一块拉丝热狗 终于闹门卖了 这个叫芝士热狗 我就吃个糖 我们后来在路边找了一家小餐馆 我们后来在路边找了一家小餐馆 明显就是这个 韩式的快餐 然后专门点了一个 哪些方便面子 然后这个是 菜包饭 这边是 赠送的小菜 是赠送的小菜 然后一会儿还有一个 牛肉汤 稍微等一会儿 先尝尝这个 我想知道海鲜在哪儿 厨师叫海鲜 味道倒很错 你试试这个吧 嗯 感觉比较炭 看上冒泡了 牛肉汤上来了 看起来好像过瘾这样子 一会儿 要就着米饭来吃 嗯 开始吃饭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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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看这个面 还是这个牛肉汤 哦 真的很红很辣 哦 这个套菜没有 我们这两天在其他家吃的好吃 嗯 嗯 不过这个 汤和面 倒是都很入味 嗯 只是有点过于辣了 哦 我们吃完了 一会儿准备 在不看那个乱打了 然后去免吃店转一转 这个位置正好能看到 首尔塔 我们晚上就会去这个地方 正中间屏幕正中间 首尔塔 民动除了这种小店之外呢 也是有这种大型购物中心的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去转一转 为了能吸引中国的消费者 商场里的广播和指示牌都有中文 也的确能看到来这里的中国人数量惊人 一会儿到免税店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大厦的低层呢 是韩国本地商场 精致的商品很多 但人比较细疏 我们马上就去高层的乐铁免税店看看 就是这边的乐铁免税店 化成品柜台 基本全是中国人 我感觉在这个免税店里啊 除了来旅游的游客 就是往国内带货的中国人 免税店的下一层呢 是一个电器商城 在这个商城里边展示了 很多韩国最高科技的电子产品 我们在这看到了一个超薄的电视 真的就是一片 就这么薄 哇 走出商场 正好看见天也晴了 在蓝天白云的映尘下 韩国最现代化都市的一面 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街道真的是一尘不染 非常干净 这里呢是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我们看到的建筑非常有中国特色 用了中国红加门钉元素的设计 很多游人路过这里都会驻足 这里的安保水平自然就不用说了 戒备森严 有四个安保人员 现在我们准备穿过明洞的小街道 然后去上首尔塔 需要乘坐一辆循环公交 我们现在先去找那条公交 然后现在远处那个红白的塔尖就是首尔塔 其实很近 在首尔有分成两大类出租车 这种橙色的 还有黑色的那种 黑色的不一定是这个车型 只要是黑色的出租车 就都是一类的 黑色在韩国这边是非常贵的出租车 起价贵 然后橙色银色黄色的 就都是正常价格 远处我们已经能看到首尔塔了 就是藏在楼后面那个尖尖的 首尔塔越来越近了 今天天气特别好 希望上去能拍到非常清晰的首尔城景 我们要坐 我们要坐 坐的车来了 要坐这辆车去首尔塔 要坐这辆车去首尔塔 首尔的公交车也是前门刷卡上车 后门刷卡下车 不过如果你想到站下车的话 你必须按窗框上的按钮告诉司机 否则司机不会停车 公交车 公交车正在慢慢的爬着盘山公路 中间每一个公交站都会上来很多游客 公交车里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已经下了公交车了 准备步行前往首尔塔 看起来应该没多远 现在天气特别好 上去以后应该可视距离非常长 到这儿呢 首尔全城的景色已经能够尽收眼底了 终于要开始上塔了 首尔塔呢是1975年建成的 高236.7米 是韩国的著名景点 我们爬了很多台阶 走到了四五层的平台上面 这一层全是餐饮 然后显示还能上一层那边 我们再上一层 这就是韩剧里著名的挂锁的地点 我们去到安市锁 特别多锁 特别多锁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高点 来来来来来来来的 这就没有阻拦了 现在我们所处的就是登塔前的最后一个高态 从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用270度的视角 俯瞰首尔 我们决定在这里等夕阳 我先来来来 270度的就是 那一层适合 就是这套 他叫他自己的 能够按摩 他叫她 不赶快乐 这是决定的 这不是这种 这就是剧云的首尔塔 章鱼也可不加重远了 我们现在是在首尔塔的观景平台上 这边是一个韩剧 在这儿取了一个景 然后锁了很多锁 锁了一次锁 所以说特别有名 现在上面全是人 我们刚才在上面也锁了一个锁 其实当我们看到首尔塔的时候 发现它并不高 塔身仅有236.7米 但是首尔塔却是世界海拔第二高的塔 仅次于莫斯科塔 原因是首尔塔建在首尔南山上 南山本身的海拔就有243米 所以首尔塔海拔高度是479.7米 仅次于莫斯科塔的540米 登首尔塔需要先下一层楼梯 走进一个大厅取牌号 大厅会有一个韩语的叫号服务 听不到韩语的可以通过大屏幕 来查看叫号的进程 这里叫号是一组一组进行的 被叫到号的一组 可以进入一个狭小黑暗的通道里 开始排队等电梯了 我们就在准备上首尔塔 一会儿就要坐这部电梯上去 我们现在把人都在等 然后说完就开那一步 首尔塔上了以后一圈都是可以观景的 来看看 因为这边边有一个小外部 所以说光线比较亮 我现在相机是调的漫快门 所以说这边可能没办法 已经照清楚了 我给您直接看看外边的景色吧 这就是俯瞰首尔了 我们现在的牧师方向是正西偏南 远处能看到几栋高楼的地方 就是如意岛 如意岛和上海陆家嘴有点相似 早期默默无闻 现在却成为银行和商业区 看着哪个啦 给我展示一下 手尔塔上有一个天空洗手间 之所以这么叫呢 是因为你在方便的时候 可以俯瞰首尔的景色 完成了手尔塔的游览 那我们现在返回 我们看到手尔塔的这个电梯很有趣 顶部装了一个显示器 它把手尔塔比作了一个发射装置 模拟演示 你被发射到外太空某个星球的过程 伴着电梯上升时的这个超重感 确实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很有创意 这个由于灯塔时坐电梯 没来得及录像 所以我们现在是下降的一个过程 视频播放的是返回的影像 有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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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有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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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电梯以后 连接出口的是一个纪念品商店 穿过这个纪念品商店 我们就算彻底离开手尔塔吧 我和副队长已经从这个手尔塔上下了 因为太冷了 所以就没有录那个过程 而且太黑了 录不下来 现在我们准备找一家店吃饭 然后在路边路过 看到一堆台小店 感觉还不错 准备进来了 然后我们选了一家比较干净的 这家的店是准备做猪蹄的 我们猪蹄看了一家 确实是 尿尿非常大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眼 我们点了一份猪蹄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有多大 特别大一盘 然后问题是 我们其实点的是这份猪蹄 和这份啤酒 但是我们桌上多了很多东西 全是送的 不可理解 太客气了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店员 有男有女 男的特别帅 又高又像明星 女的也特别漂亮 皮肤还特别好 这是一个怎样的店呢 让我们还是先尝尝猪蹄吧 我要更正一下啊 这个是个大肘子 肘子店 专门吃肘子的 然后送了蜜茶和干 还有猪蚝肉 猪蚝肉和猪蚝肉 白菜 萝卜 萝卜 萝汤 嗯 这是年糕可鱼饼 菜 这是口料 我来先尝尝这个猪肘子吧 太香了 太香了 太香了